如何看待香港战轻取阿根廷女排后,郎导表示,对朱婷的考验从强队开始,确实如郎平之所言,这场面对阿根廷队,朱婷并没有受到太多考验,虽然比赛的第一局遭遇到大比分落后,但是逆境中的中国女排姑娘们发威了,一波连得7分的犀利反击,立即反超比分,最终逆转比赛。 队长朱婷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他独得三分的操作,让队友瞬间动起来,起到了模范作用,不过自己也还没有发挥全部实力,感觉只到了亭队长的5到6成功力吧,大比分3比0拿下实力并不强的阿根廷队,是很多球迷赛前都可以想到的结果,但是过程并不轻松,就如开始所述,遭遇的比分落后局面还是有的。 不过中国女排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慌乱,很镇定的一分一分追回来,展现了强队的实力底蕴,前两战联赛高挂冕战牌的朱婷这场比赛打满了全场,身体也处于恢复状态。 在全场得分的庆祝画面中,我们可以看到朱婷都时不时都在叮嘱队友,应该是注意场上节奏,不要乱,也为队友们加油打气,颇有领袖的风范。 确实,在征战土超联赛两个赛季后,朱婷的成长有目共睹,技术和心态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,真的能够独当一面了,明晚的比赛才是朱婷归来的真正考验。 毕竟这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,相信朱婷也会鼓励弟子们要众志成城,全力拿,下不能输的一战。